這個人的思維呢 他有一個時期 如果有一個外國學者 非常的認真 他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就是到了某一個時期 全世界好像在一段時間 全部都從神信化變成理性 这个是什么呢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波士人 为什么我们在这边提这个 对不起 我要再重调 我不管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我都非常尊重 我是纯粹用知识 我们现在有个知识来评论人的理性 我没有要贬义任何宗教 那如果从宗教学的角度 知识化 宗教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波士人的 我们叫做索勒亚斯德教 是全世界目前为止 有证据 是第一个一神教 是第一个一神教 而这个一神教呢 其中的一个圣灵观念 其实影响到了 以色列人 天主教 印度教 就是中亚到中东 甚至于到北东 所有宗教的观念 从宗教学的理论来讲 是人的观念所当的宗教的理论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神论 用到这个索勒亚斯德 其实这个宗教就是 过去叫邪教 也就是拜果教 那这个拜果教最早 大概就是在上代 从延山教会来 现在的犹太教 基督教一直来教 全部都是受到它 包含 天国理论 天国地域 救思寿 都是从这里来教 所以这个 这个本来在波士呢 也是多神教 可是有一个人出来 我刚刚在讲 就是神的思维 影响到宗教的进展 有一个人出来 他说这么多神 没有最重要的只有一尊 就是火神 所以 那一个火神的普通 现在就是 伊朗国会的一部分 这是在古圣级里面下 伊朗国会 那 邪教传道政府 在新疆 这是最早的一个 八世纪的一个壁画 就是邪教的奉神 我要讲的是 哦 你看 对 自然界的崇拜 那么 回渡也是一样 你们可以看到 印度也是分 天界、空界、地界 一共 算是三个字 其中奉神是 阿云 那 他常常奉神跟非土旗 就一起出战 这是观点 那这一个呢 大概是在 三千五百年前 从现在来算 也就是西人群 一千五百年前 到五百年前的一个观念 到什么时候呢 释迦摩利佛 大概就是 我们现在讲 以前一阵子才过了他的圣诞 对不对 两千六百年前 已经把地、水、风、火 成为世代 从 本来是 现在变成人的一部分 变成一千五子的一部分 这就是观念的改变 就是从神器把它变成说 哇 它主导我们一切 现在开始 人对自然环境 越来越理解 能够掌握的 越来越多了以后 它就被贬异了 贬异变成说 这个成分 因为人可以控制 那么希腊 在这个地方也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希腊 现代西欧的文明 包括全世界 白人 世界的文明 都认为希腊 是他们 现代的支持的一部分 这是他们的文明的源头 追索的源头 所以这个是追索的源头里面 对自己同样的情怀 我们可以看到 最早的就是 大概公年前 440年的时候 那这个是在什么 这个是在那个 希腊 那个神殿 类似的那一种 古希腊 神殿里面的 一个词 就是毕迪阿 那么它在神殿里面 看到那个图画的 就是那种神殿的廊主 然后坐在一个椅子上 它 手指 越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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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一手拿了一个水 有人去推着那个水 只是因为他们的水 是从外面印进来的 那水里面放了某些物质 这个物质能够引发的气体 就可以使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女巫 引发 入神状态 其实按照我们的经验 就叫 奇迹阿 奇迹阿 所以他就开始 哦 神会进来 那他们认为是谁进来的呢 他们的阿婆 所以那个气体是关键的 所以那个气体是关键的 他们就知道了 他们就知道了 你们都在关键的地方 在上个四季 西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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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知道了 我们在那边非常的理解 其实他们在追索他们的颜色 因为 为什么呢 本来应该是要 化社 因为为什么 他们的 全类学家 到了非洲去 探索很多 原始宗教以后 发现很多的 卢斯 祭司 或是要起雞的時候 都是各種疑犯 自然天然的疑犯 各種素的 或者是指甲出來剖尾 然後就開始起雞有病 那那一些上了四季的那些美德的那一些西平 他們其實就是在追溯說 我要解放 我要治癒 解放有沒有 跟神溝通 所以他們就把大麻吃了以後的集心作業 其實都是這樣的心態 我們的文化對你不瞭解 所以在當時我們對他們的文化 其實他們的文化只是在追溯說的源頭 不過不管怎樣 這是一個公平的問題 我為什麼要在這邊提呢 就是因為我們這邊呢 各位在談的很多人 都要有更理解 因為很多東西其實是需要完整的知識 才能夠消避 我們現在的社會最大的問題就是 氣分開 什麼都可以 所以從那個靈氣論到 拿奇曼斯提出的空氣 各位可以看到 他在西言前500年左右 他說的氣是有形的氣體 不是那種所謂的氣體 然後呢 他認為所有的東西都是氣體 死了以後都沒有變化氣 就跟我們剛剛看到中國人的不代曉話很像 可是你如果回到我剛剛提的從文字的創造 至少我們可以文字的追索就可以知道 中國類似的觀念比他早一千年 就比他們早一千年 那麼他呢 卻是唯一的一個 完了以後又回來 因為他的講法 希臘人不接觸 那麼他們就提出另外一個四元所說 主席文 這一個呢 另外一個人非常重要就是 一切哲學 智慧的源頭點 其中一個 那個希臘三者 他認為什麼 他認為說 人跟宇宙的構造一樣 是靈魂跟肉體兩魂構成 所以靈魂說 然後呢 神仙創造精神性的文化 再創造肉體 方法兩魂一起 但是靈魂不是文化 是神創的 神創的 所以 雖然是提出一個架構的主義 但是各位還可以發現 神性的影響 你們處在 一直要到蓋倫 把剛剛講的靈氣論 各種 四元著說 詩音說通 完了以後 創造一個三種靈氣說 動物有動物的靈氣 生命有生命的靈氣 自然有自然靈氣 所以人有靈氣的靈氣 人跟動物 一切動靈的靈氣 可是 你沒有可以講 蓋倫是在 希臘前 譬如說 在差不多一百年 希臘一百 一到兩百年之間 他卻是什麼樣子 他就是影響了1500 他的觀念影響了1500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於 他的這個影響是建立在 現在所謂西方的影響之復 希伯克拉的影響 他說什麼 他說 瞭解疾病的影響 這是一個理性經驗 各位 從崇拜神到開始 人要研究自然界的影響 這一個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專輯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雅士培提出了一個人 所以全世界他認為 看到全世界的文明以後 我們可以看到 公元第四 第一個千記 也就是現在三千年 到耶穌出生之前 這一千年之內 叫做人類的哲學復活 在希臘 以色列 印度跟中國 同時在思維上 對世界的認識和挑戰的解決 這一個講法 其實亞貝斯當時是把它認為 因為這個軸心四季 是大概在 兩千六百年前到兩千三百年之間 我認為他的說法 其實不應該抱歉之間 為什麼 因為他裡面提到了很多觀念 中國在比那個早 八百年級就能出現 那當然有人就給他圓啊 語音詩就是圓他 語音詩說 哎呀 所謂這個軸心突破 不是一下子突破 他是有一個培養期 總是觀念有心就之間 啦啦啦啦啦啦啦 最後造成突破 語音詩喜歡這樣 在我來看 我值得上去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我們對自然界的空氣 到人身體裡面的氣 的認知跟靈活 這三個事情 其實是一個很詭異的一種 在西方 靈魂縮是主導的 氣是氣 靈魂縮 可是在中藝氣 卻不是人的意思 對不對 我們剛剛已經介紹了 那靈魂 在西方來講 靈魂才是生命的重點 我們在東方 我氣是人的重點 我們講從中藝開始講 調氣 你的氣 但是對方 西方的話 你要不就生嘛 要不就死死 就是靈魂 靈魂是上面狀態的 可是在西方 天主教裡面 就有一些人留下 有一些人自己 你們就會提到 天主教裡面 豐盛 這就是為什麼 一塊我要講盛 因為在西方那裡 就是盛 現在的豐盛 神訓 是 中藝保衛福 在1983 定 然後 定了這個法 怎麼豐盛 一個非常基本 重要的 豐盛不是取代基督耶穌 豐盛是肯定人跟基督 除了基督耶穌是一個被完全肯定的中華 就是上帝跟人中間能夠保障的人 可以回到上帝那一邊的 唯一的一個人 還是其他的人 就是聖人 聖人 他們 因為他們的心情夠 可以幫你 可以幫你 代導 所以 信天主教 信基督教 找聖人 不是 崇拜聖人 如果你崇拜聖人 這就是基督教反對 天主教跟基督教在這上面就各種大爭 因為在 天主教的習慣上 聖人他們也崇拜 基督教說你崇拜 那你說崇拜鬼啊 你違反了上帝的建立 神只有一位啊 你只能夠崇拜什麼 你怎麼可以崇拜聖人 你怎麼可以崇拜聖人 但是在基督教 認為聖人 聖人聖女是 不是要崇拜 他是 因為他跟上帝 他可以看到上帝 所以你去求他 他可以幫你禱告 對 因此 這個豐聖就是豐 哪些聖人聖女呢 如果這個人在天上 如果這個人在天上 而且被 長時間被讓人家是 過得救死 上帝召喚了他 有明確的正確 教宗就可以宣布 他是聖人 那經修者 那經修者 就是修 我信神 然後我信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歐洲有很多什麼 有很多教會 有沒有 苦行 苦修生 他們在裡面 一個佛這樣子 整個悶起來 在裡面 天天就是念 上主也許 或是念好 天主 或是你自私 聖女瑪利亞 透過聖女瑪利亞 所以這一種 他們叫經修 完全不跟你們溝通 一心只上神 這個經修的人 這些人他們認為 可能會有神明 他必須要怎麼樣 科學不能解釋的奇蹟 然後透過這一個人 這個經修者 轉導了以後 可以把科學不能治癒的病治癒 這個人就可以被宣服 那宣服就是征服 這個叫征服 你發生過一次 叫征服 你如果有兩次奇蹟的時候 就可以封盛 所以這就是他們 封盛的過程 為什麼我今天要跟各位談這個呢 因為在基督宗教的歷史 或天主教的歷史當中 就有人是屬於經修者留下了幾個 一個是十字架聖約喊 另外一個我們上次也稍微提到的 就是那個修 靈修 那麼靈修十字架 這個十字架約喊 他留下了一些書 叫做《心靈的黑夜》 你看看這是最常被西方宗教學家拿來研究去分析 然後呢他說他寫下了一個什麼寫下了靈修的深入歷史 首先要記住感光精神的主動培業 這個主動培業就是你經常在這邊打發力 就可以了 然後呢你不跟人家講話 你就經手非常忽極 現在的精神學家來講 一個人離群所及是很容易得生病病 那這個人精心著他就要離群所及 他必須要經歷了這個所有的經驗 精神上的病病 然後精神被動了以後 他就慢慢的可以開啟 他跟上主耶穌或是是上帝之間的病病 我要談的是什麼 這裡面就有我認為的情 所以他認為這個靈修過程呢 叫做神性的愛情 他跟上帝之間的愛情 這個愛情不是燃營之情 不是他跟上帝之間的交通通的十個經 所以你可以看到靜觀 是不是跟佛教靜坐 所以道教講靜都一樣 就是要靜 靜離群 第一個階段是你這個人 因為剛剛講過了 在他們的觀念裡面 人是靈魂跟身體 所以身體歸身體 現在靈魂要怎樣 要全力的投於上帝 所以要靜觀 第一個就是你 這個不重要 佛教講的嗎 如果 是不是一樣 然後第二個階段了以後 這個靈魂不斷的這樣起序 他所有的意念只有在他的愛 就是上帝 那麼對上帝的愛 就產生了一種非常強烈的熱 跟於犧牲引起 那在第四階段 他說 我就是一定要見到上帝 所以呢 我對所有的世界上的東西都沒有興趣 我就是要看到上帝 OK 第五個 你修煉到第五個階段的時候就很不耐 為什麼我修了那麼久還看不到上帝呢 這是我講的話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他不放棄他繼續修煉 然後到第六階段的時候 來了 上主也用他自己來做 跟他接主 所以 要到第六階 因為這個魚 好用的 他是上帝的接主 但是這個時候的上帝 對他還是 不知道還是什麼性 我又給你一下 到了第七階的時候呢 因為上帝 偶不然就來一下 他開始覺得上帝在愛 所以 因為我們信望愛 上帝既然存在 那麼經典裡面告訴我們 上帝創造的一切 對 所有東西都是上帝 所以 用信望 敏會的一切 到了第八階的時候呢 各位 短暫的 看上帝的一切 你们想一想看 在我们的传统宗教里面 那一些基督 对他们来讲 他们的神是不是进来往下 对他们来讲 救死 那么可能对天主教和基督教的 那个是灵魂的答案 那是别的灵魂的答案 不是上帝的 可是对本土宗教的人来讲 那就是我要神啊 以知识论来讲 我先不管神不神 Anyway 这一个人他已经跟另外一个东西接触 他表现的就是他自己 科学家的立场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我不知道来自什么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这个人的表现 不是他原来的 不管 我不忽面任的宗教 我们只是看他们的表属 那么到后来呢 到第十阶的时候 这一个人 他就可以完全地 跟上帝建议 然后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帝 他认为这是神秘的十阶 那这个神秘经验到现在来讲 宗教学家 宗教理论学家 像这样 关宗里 欢迎听 欢迎去把他的神秘经验解释 这个知识论 各位就看看 普通的认知 这叫做本性界 人的本性界 就是以神来说 这个叫做超性界 这是两个 一个是普通的认知 一个叫做超越的认知 所以外观是五官公体 内观是这个人 这个肉体 具有想象力那种 那么这个人的精神是靠什么 理事记忆 来思维 可是当变成超性界 就是你过了那个第五阶 这些慢慢能力越来越强了以后 他的感性神性 他看到的 不是用眼睛去看 想象的神是 这是第六阶 第三个 理智的神是 理智可以对那个神是 最终叛叛叛 形成静光 超性界面积 也就是说在知识论里面最终认为 人的思维还是要去判断 这个说明什么 即使是西方的基督宗教 或者是天主宗教 他们都认为人还是另外一个面 这个面会表现出意义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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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认为你们那基督宗起来就是他灵啊 那你们在崇拜鬼啊 他灵就是鬼啊 他偶信呢 他说偶而上帝会来跟你接触 这一个是在刚刚讲的五阶之前 这个五阶六阶七阶 所以偶而上帝会来 但是他还不会让你看到 你实质超性界 上帝直接跟他灵 这个修行过程 圣诗 对他们来讲 佛圣诗 你如果做这种神性的修炼 不要执迷你前面的两者 你直接就是追尋 你要看着这种神性 其他的都是神性 这跟佛教的教理非常相似 对不对 我们只是从宗教的理由来看 宗教学 但是为什么西方对于这个 修行过程当中的种种现象 这么少的描述呢 这些描述只有在道家 只有在国家里面 甚至于在印度 在西藏的宗教里面 写的非常多 西方非常少 为什么 你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他是有历史的 从15世纪开始宗教改革以后 天主教的权力受到非常大的扬核 所以他们为了要夺回他的权力 就设立了宗教审判法 他认为你如果是把刚刚讲的那魔鬼的说法摆进来的话 我就把你烧掉了 所以从16世纪一直到甚至于20世纪在美国 美国到了19世纪末 都还有烧女巫的事情 你敢说你可以预测 那你的背后就是魔鬼 不把你烧的烧成 所以各位不要以为外国人都是女性 所以他们历史上烧掉的女巫那是上千了 烧掉的无事是上千了 你只要敢说你可以通神就把你烧掉 因此长期的宗教审判阻碍了什么 这种明星信念的文件 只有像刚刚讲的十字架约翰 约翰是因为被教廷认可 认为他是圣 他写的东西没有被记住 这种资料在西藏的文件 所以到了现在 我就讲 上面自有道 大家都恨老共 特别是西藏人恨老共 可是各位可能也不知道 西藏里面的有一个很早以前的预言 就是当共产党把飞机、坦克、车辆开到西藏的时候 西藏就会了受伤害到全世界 有那么一个意义 所以西藏、喇嘛很多的口号都说 各位知道这里面 对西方对于临世 我们讲的心性的认识 产生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 西方一直要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开始 开始透过研究非常多的喇嘛 一些经过静坐产生特异的现象 开始认真地想 生命真的有 有吗 来 把握你 让大家 顺便看一下 是不是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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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有吗 有吗 原來,各省一直都在跟蹤的心,聽聽科技發展的經驗,我們已經從看得見的無奈地研究到了看不見的原理,質疑,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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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程度。 現在,我們又發現了比利用的更微小的東西——超級。 科技站後,人類的領域是智慧的超級。超級巨蜜物理群,科技家們認識他不習慣。 1998年,加州維爾發了很甜的鼻子。 1998年,加州維爾瓦瑪克,以小段類似像細心那樣,可以有驅走動的有彈性性化。 後來,科技界被我們的超級巨蜜物理。 現在,科技家們普遍認為,物質世界是有超級巨蜜物理的。 超級巨蜜物理是宇宙具有獨立生命技術的最微小的生命。 人類的領域,其實就是其他一個超級巨蜜物。 科技界,終於控制到了靈魂的化學。 而在人類的那些生物,都對靈魂的同感性。 現在,在世界各地,都有了研究靈魂的實用作。 科技家致力於研究靈魂的體驗。 在靈魂的時候,科技家調查了很多靈魂體驗的循環案例, 並將靈魂定義為一某種形式存在的能量。 我看著,是世界上第一個用科學實驗證明靈魂真實存在的人。 他的實用設計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靈魂死後,靈魂能偷起來,來聽看到靈魂的身體。 看到醫生們在想救他的身體。 看到天花板的身體。 那麼,如果在天花板的下方放一塊把衣, 放在上面放一些小物體。 只有山主自己知道什麼物體,別人不知道。 那麼,靈魂就應該能看到這些小物體。 如果這個病人能被搶救過來,能夠說出晚上的小物體是什麼呢? 那麼,就此區分出靈魂到底是虛無蕭妙的現象呢? 還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實體。 山姆對一百多個病人進行了研究。 把電視中有很多位搶救過來的病人醒來後, 能說出自己靈魂的第一體是看到的底下。 特別是晚上的小物體說的全都對。 山姆的實驗獲得了成功。 山姆的實驗證實了靈魂的客觀存在。 靈魂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實體。 有一定的大小,可以飄起來,可以移動。 它是人生命存在的內容形式, 而不是虛無蕭妙的現象。 超前和靈魂學都建開了物理科學神秘的體驗。 開始了像實際科學探索的新篇章。 觸及靈魂和多維空間,讓我們可以到達一個全新的世界。 或許,我們能夠通過超前和靈魂學來更加了解能源深。 新科學必會帶領我們到達人類發展的新領域。 剛剛這個片段的知識報 rings,其實告訴我們最重要的不在於超前領導, 有在於那個實驗的本質 那個實驗呢 它的重點在哪 它的重點就是說 那個急救的床 在天花板上面放了一個東西 是沒有人知道 所以那醫生天天就換了 病人也不是他選的 是你車禍或怎麼樣送進來立刻就有了 然後呢 他如果死了 又救活了 醫生在健康的時候就去問他 你死了以後看到什麼 所以天花板上面放了東西 這個病人是絕對不會知道的 可是當你的靈骨粗鞘感到天花板高度的時候就會看到 重點在這裡 那麼他經過了十來一年 因為大概我記得這個實驗是從2500左右開始實驗 是醫生跟醫院合作的團隊 然後經過幾百個人的這樣子的結論 我們最後決定 靈魂是主態的 為什麼 非常高的比例如果靈魂 飄到上面去就會看到 他們會看到 所以不是說這個病人 死了以後醒過來 他的腦袋 他隨便過去的經驗告訴你 不是 可是他必選 是到上面的言論 至於剛剛講的超弦理論 各位可以把它放進去 因為 量子力學的超弦理論 其實另外也有名字 叫做天洋物質動力學 那其實到現在還是有整個問題 可是 有非常多的物理學家 不用超弦來解釋這個現狀 他們用別的方法 這就像我們在上一次的演講 剛剛講過 電子具有粒子跟波的性質 一百年來不斷的在炒 不斷的做事業 所以我們可以肯定一件事情 這一種對靈魂探究的實驗 以科學家的角度是 找出各種不同的方法去探究 所以這一個剛剛報導的事情 他的重要的重點在於 那個實驗本身 人的靈魂離開身體 可以看到別的方法 靈魂存在 所以西方的科學 在生命科學裡面 這變成另外一個很大的議題 各位在想想 有很多人不相信靈魂 現在靈魂如果存在 所以你以前做事情可以說 我做個事情喔 我就這樣做啦 死不死了 現在不是死不死了 死不死了 所以以前你是單身一個人的時候 你說我要出門了 哎我要出門了 鑰匙一拿我就出門了 你結婚了以後就不是啦 你要出門了 你就說老婆啊 老婆沒有啊 出門之前要先協商啊 對不對 要帶這個帶那個 所以當你如果靈魂存在了 你要回到那一屆 你現在就要開始 你先邊做這個事情 會不會影響到那一屆 會怎麼樣 各位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所以今天這個社會敢騷殺 然後勇略的人跟那個人 他就不相信他 敢隨便撒謊的人 都不相信宗教存在 但是現在 科學高中也看到 他可能存在 所以西方經過這麼折騰一段 下來了以後 佛學裡面的修行 剛剛有一個十個階梯 佛教一樣的九次第禪禪禪 佛教的九次第禪禪 就是諸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空宿 四禪 無所有 去分享 再分享 一手想 前面四個叫做社界禪禪 後面四個叫做無社界禪禪 社界禪禪是什麼 你在修行過程當中 所有的反應都在這個社神上 跟你的社神有不同 後面叫做無社界禪禪 就是當你的修行 你的禪禪禪開始 可以離開你的身體的時候 他就是到另外一個方向 就是不用身體 現行的世界 多少人遇到這樣 絕大多數人的心情人 脫落在這個社界禪 最後就是佛頭說的 念他 念他 念受想 念受想的幾次就是 那這樣子的一個禪禪過程 他叫做念主 因為中間你如果能夠做到 所以不詐意念 既專注的去修 是不是剛剛就像天主的基督教在修行 我只享受 那各位想想看 淨土宗是不是叫你一心念佛 念一尊佛 是不是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四個禪禪當中 你可以看根根那個非常像 他說豬禪是什麼 他說雖非正 雖非正心正上而已 但是 心盡心都要豬肉 所以豬肉就是我人的欲望 我想要吃 想要喝 想要那個 我想這個是我的 我去哪裡 這個叫做漏 想望的慾望 斷除了 叫做豬肉 那豬肉贏就是 連那個慾望都沒有 豬肉贏 人家叫做雖非正虛正上 那麼三禪的時候呢 已經雖非正德 還沒有得到所謂的什麼的 但是 心中甘悟的翻譯器 你們再想想看我們剛剛在講的 心中的變化 是不是跟剛剛天主心情是一樣的 然後一四禪以後 你看 雖然無為真不動地 有所得行 光明舉手 就是你坐禪越來越重新 那無色處呢 就開始有一點 奇妙對不對 絕身為愛 消愛入空 你開始心情覺得說 喔 這個形態很難 好不好也在乎我這個形態都不會玩 那那個會是什麼 如果從剛剛的影片來看 是不是靈魂那是什麼 你的靈魂可以移開你的身體 這個形態 四處鎮壓而來掩飾 這是佛陀的用力 他對人的形式的賣力 然後一直到最後 所以佛教的修行 所以佛教的修行 各位都可以看到 在外形外觀上 在知識論裡面 跟天主教靈屬下來的 其實也是同樣的 道教的一樣 那麼這裡面講道的總統其他 就像剛剛講天主教的那個聖師 告訴你說你不要野花不要亂採 那些奇奇怪怪的靈魂來了 你不要理他 就跟五十陰謀講到三個 在你的修行當中 佛說 會有五十陰謀 五十陰謀是哪五十陰謀 色瘦小形式 每一個 每一個殘劫 各有十個陰謀 所以共五十陰謀 所以我們如果用 色陰色瘦小來講的話 因為太多了我只稍微捲迷 以色陰來講他有十個名稱 那就是十種名稱 生能諸愛 還有一個名稱 靜零零零請進 其身內側靜零零零 所以他有七個 這一個過程當中 當你產生這個現象 我告訴你說 不要停 不要以為說我修到這樣 我好像比別人更 更好喔 更有精進 不是 那是過程 他常常講 你如果滿足在這個境界的時候 魔就進來了 這就是我修行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 在我們在演講之前就講 你的修器 跟你的心性 不要胡思亂想 不要胡思亂講 你一定要怎樣 你一定要暗部就乾 把你的身體綁好 心 不要隨便放下 心 不要隨便放下 所以本來呢 時間夠 我就會告訴你多了 那轉世什麼 今天我用兩張分鐘告訴你 這個轉世是有科學家 就是你剛剛講的 看了那麼多國教的經典 或密教的經典了以後 他覺得轉世可能存在 他們就到處去收集資料 其中就有很多例子 小女孩生出來以後 他家裡的人 附近的人都知道 他說他記得他的情勢 好幾個例子都是怎樣 在像在印度 這個村落 他說他本來在另外一個村落 他是怎麼死的 他的爸爸媽媽是誰 怎麼樣怎麼樣 講得非常清楚 對印度來講 絕大多數人是窮的人 他不可能跑那麼遠 也沒有人來告訴他 可是他就跟家裡的人講 就是這樣 流傳久了以後 有科學家跑來以後說 我帶你去看看 我看是不是真的有意思 去了以後跟他講的硬話 跟他講的一模一樣 他就說 他是誰誰誰的女兒 甚至於帶去了以後 他父母都還在 問他們父母說 你那女兒怎麼死的 跟他講的一模一樣 靈魂轉世 這裏面四十分鐘 如果你沒有心情就可以跟他要 我有心的東西 你可以去看看 所以靈魂存在轉世也存在 但是我剛才講的 很多人選科學派 思想的這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他一定配合 一而再再而三的想出各種辦法去解釋 但是各位如果你從道家的立法來看 你暫時接受他的話 後面你就中國的攻略 我們剛剛舉了全世界 從對氣的崇拜 對空氣 對風的崇拜 到認為靈魂的崇拜 到人跟靈魂跟氣之間的關係崇拜 你如果再注意看 全世界只有中國人說 氣跟神可以轉換 這就是我們的先生學習道教學 你煉氣你煉出神 你又想到我們剛剛在講的 恆仙那一篇文章 中國人認為神是自然的場合 所以人煉氣煉成神為什麼要奇化 變奇化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佛大概在這個詞 他在抱佛子那邊裡面 我這邊舉了一小段文字 他說故人在氣中 氣在人中 自天地盡讓你不須氣神 氣對人的生存 善行氣者 可是你如果會行氣的話 內養生外卻惡 百姓日用你的自己 每個人都會不需要 但是每個人都不賺那個氣 還可以有別的光明 無悅有進駐之法 甚有餘焉 多氣 各位看到 全面用這個氣 後面有這個氣 知之者可以入大獄之中 病人從床而不斷 當然我刪掉了很多道 此事氣可以盡慧的聲音 那麼我只是舉了一段 另外一位養生家王木 他去把這個整天 尾紅豹骨子念完了以後 做出一個結論 他說呢 暴豹骨子那篇字 論行氣之妙 凡有關道術的部分都用這個氣神 有關呼吸的都用這個氣神 所以表示在這個時候 暴豹子就已經很清楚了 氣跟另外那個氣是兩個不同的氣 兩次用來明顯地區別著古代行氣法為淡法的情深 此篇無福 這個說明什麼 我們的祖先認為 戀氣可以同時 而且也就只有中國人認為 應用你的身體就可以 不是靠神 而視乎的 是你可以同時 而且你可以進行 那麼那個講的是 兩百零 西葉兩百零 這個是 行氣大概就戰禍 大概就是 孟子 尋子那個時代 木林要挖住 這個東西叫做 戰禍的行氣 各位可以看這個詞 就知道是戰禍的時代 周代的字 那麼文章寫什麼 行氣 顛著去 去著什麼 升著下 下著定 定著布 穆著名 明著長 長著布 穆著天 天的積在上面 地的積在下面 順順 順 順 勝地的事 前面這個地方 告訴你的是怎麼樣的 練習 到家練習所有 最重要 可是如果從我剛剛跟各位講中國文字的出源頭 你們就知道 比這個早一千年就有 如果你相信現在挖出來的資料 上書不是講的 那裡面就告訴你 武丁 三代的武丁 大概就是現在三千五百年前 武丁是怎麼樣做的 他父親死了以後 他還很年輕幾位 他不知道很難吃怎麼講 他就怎麼樣 三年不說話 閉關 三年閉關 幹什麼 每天就在 禁修 然後他的臣服呢 就很傷了 就去問他 王啊 你是一個國家的王耶 你不住李朝市 你也不那個 這國家誰來治理啊 我們的主都聽你啊 武丁就 有一天 他還是不講話 但是有一天他就沒講話 他說我不知道怎麼講 不是能夠求助先祖 現在 得到答案 他講話的第一件事情做什麼 叫一個畫師來 畫一個像 他講那個畫師就畫了 畫了一個人像 你去找這個人 全國去找 這個人就是誰 在上書裡面的胡約 就是他的宰相 就是他的宰相 宰相花於什麼 打鐵皇裡面 他是一個工人 他是一個工人 但是呢 王的命令很重要 胡約起於板族之中 對不對 這句話各位 念古書就 我記得了 我講錯的不是打鐵 板族就是他建築工人 就把他請到裡面來 胡丁王就拜他為相 他在歷史上 他在歷史上 就是很明顯 整個三代中期的復興 就是靠王 所以你們如果再看 王以前的王 紅字字目光 夏字東字 王 是你講一樣 你我講一樣 閉關修行 一行為 所以你們就可以看到 中國人講行器 是為什麼後人會說上通跟下通 他沒有靈魂 如何上通跟下通 所以各位 你們現在開始 練身體 練得好 就像剛剛這個 那百姓日用而不吃煙 你氣天天都在找 你就知道了 那就是因為不知道 所以有很多人 就隨便濫用這個身體好了 身體用到壞了 可是你把身體修好 你如果經營不知到什麼 運轉你的氣 生命也不一樣了 就可以到我們一開始講 怎麼樣 開啟你的心身體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 問了一個問題 有多少人信的 叫問第二個 如果是這樣 有多少人相信命運 有多少人相信命運 謝謝 我相信多數的人 只有開始訓練 剩下二十分鐘 我講一個故事 所以這個夢放在這上面 我講一個故事 命運 在中國人的社會 我現在不得不用儒家這個說 儒家說儒家的經典是什麼 是異經對不對 儒家的最原始經典是異經 所以孔子要到老他要死之前 到處都不得志了 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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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家就捏異經 還怎麼樣 偽絕三邊 上面綁的牛巾都斷了三次 你看他每天都在那邊換異經 可是儒家寫十億 異經十億 寫什麼 善算就不算 異經講的是天地時間的道理 不是用來算命的 所以你念異經是來念道理 可是要算命 可是我們現在異經都來算命 對不對 好 異經拿來算命在中國歷代 可是很久遠 到了後來 有很多人 因為異經還很麻煩 你如果要的話 那一整套裤子 你整套完 其實每次算個病很久 所以有人就有很簡單的辦法 你們知道市面上就有一個 叫做諸葛孔神書 有沒有人看過 很多人拿來諸葛孔神書 我跟你講你要用它 你就要相信一件事 你要目以更新 心情問神 要請多辦你會找到來 中間的道理是什麼 以後我們再講 說不定你講不清楚 那我告訴你一個故事 我自己的清真經驗 我從 進研究所念書 就做森林課 我撒嵐 我撒嵐 然後呢 我碩士畢業了 我的老師 我有一個老師嗎 不知道為什麼對我特別興趣 他說 我要辦你 博士辦 你一定要扶 老師如果要我來 我就來啦 他說可是我有一個條件 我跟別人都不一樣 我心裡就在想 辦個研究所是國家的 台大辦研究所是國家的 你能不會有什麼條件 你可以開出什麼條件 他說 我要辦一個全台灣最大的 你知道嗎 全國 全國 現在的知識分子 就是對自己的人 訓練出來的 也就是我們裡面的信心 所以我要 我辦的博士班出來 可以像 出國留學 從美國畢業的博士一樣 馬上 可以在世界的研究論壇裡 勤奪 因此我的條件是 你如果來用你的博士班 你在畢業之前要證明 你可以單獨一個人到美國 闖一下 一年 被美國學術界認可 我就跟我的老闆說 你下條件 我就做了 你說了算 那你要我來我這 我就這樣 進了台大的博士 所以我的博士 是在這 然後 三年以後 我的任務員做 我的實驗做 我要畢業 最後這個關卡 我必須證明我能夠到美國 但是當時 台灣出學文學生出國有很大的限制 一個你必須拿到美國的學校讀可 同時你要拿到 迪亞伊托 的成績 你再有辦法去升級 這樣 不過我的狀態完全不符 可是教育部的這個 改定我跟你們 教育部就怎麼辦呢 我去跟教育部寫上 教育部就說 好吧 我們為你開一個特別的考試 所以我出國跟一般的學生不一樣 我沒有考吉爾 以後 我是當時的教育部長 找了兩個教生 單獨面試 我在教育部寫試 第一個 這個面試 面試 是語文可廢的 我去了 面試當然就過 不然現在我可以有這種故事 第二個 我必須證明我能夠去啊 而且要美國的學術機構 就開始想要去哪裡呢 我當時就選了 好的實驗室 我找了 舊金山一個 那個 Texas一個 然後 紐約一個 但是我自己在做研究投稿過程 我知道美國學者 對台灣的學者 是充滿了偏見的 講一句不客氣的話 就說 你們這個地方還有人來做研究嗎 是充滿偏見的 所以我當時認為 我雖然找了三家 但是 紐約大概去了 他就剩下兩個地方 一個是舊金山 華人可能要不要 他們可能對華人比較沒有平衡 另外一個是Texas 那我這個人呢 會找真命科學還殺那麼多東 都會知道 我本來是不信神不信神 殺了很多東 結果有一天啊 我現在 申請的半天 都沒有消息 真的很好 教育部也同意了 我也資格都過 我這邊 在台灣這邊的阻礙 對我都不叫阻礙 那美國那邊就是沒有消息 所以有一天我經過了那個 書店街 警戒南路書店街 所以我記得很清楚 誒 恐明什麼說 這就是變異的意見 拿起來 就像做實驗一樣 你要用人家的東西 就要相信人家 心中默想 打開 你看 那這下下面意思 這下下面意思 是細顧為跨欄的佛下路 卻照高之上 行入五度的 半途不了事 入目轉身軸 雖連那時候佛語念的不是很好 可是一看就知道 牛頭不對啊 沒什麼好信 沒什麼好信 但是我本來就不信了 你就忘了 所以又拖拖拖拖拖拖了好幾個月 咦 Texas說 你可以來考慮 但是他們給我們非常多的都在聊天 我想 喔 這位做的 然後耍著要去五顆粒 結果救金山的 拼了 喔 我就必須出國啦 可以成型了嘛 我要去救金山 然後回去每天都準備要出國啦 因為教育部什麼 我都打通了啊 通關都打完了 所以我去美國 很多人以為我去念書 沒有解釋 我是硬對 我去救金山UCAS 硬對 然後我去 要出 出國執行的那一天 太多的資料 因為我每天都忙職業 太多東西要做 那一天呢 實在太多 就逼我 逼我 然後回家就逼我 黃昏的時候 就從台大 往那個 那個 新生難路 我不知道你們對台大 是不是 庭域操場旁邊 這樣走過去 走走走走 人家在打球 从树上飞下来 攻击我 我一看 噢 赶快闪啊 那鸟就这样飞 要飞过去 然后我继续走 哎哟 阿小说 每天从这边过都没有鸟 我会对我这样 今天鸟对我怎么不客气 旁边的人 很多人也都 噢 这鸟今天怎么那么凶 继续走 又来了 三只鸟就轮流在那边 一定要修理我 到了第三只真的给他踩到头 他没有捉我 他是踩 踩到头 他满意了 沙架了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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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下去了 搭到他满意了 我回来在公司车上 我心里有说 哎 真衰捏 我在这个学校这么久 从小到大也没有人要攻击我 今天也没有攻击给我 而且我也没有去偷他的蛋 也没有靠近他的槽 他的树又那么高 今天就特地来踩我的头 我突然就想到刚刚那边 第一句是什么 各位 旧金山是什么 旧金山是清朝末年美国大西部开发的时候 华人进去了门口 对不对 哇 大事爆料了 第三句呢 半途不了事 第四句又跟一种路木转身走 哇 这次的天气又不太难了 很难了 但是呢 我们那时候还是 铁石心潮嘛 人不拼 枉为难死嘛 对不对 铁石心潮都打了啊 这个所长 他都振了那大声啊 要等下再输 就不贫了 就是这件事情 我告诉你 我想起你们 听我讲下面的一个奇迹 我去了那种实验室里面看到老板 接待我就是那个老板 下面最大的银河学家 那种实验室里面 然后所有实验室里面 等你好久了 每天都叛你了 你终于来了 奇怪 老板请我 你们家会爱 你不欢迎你这点 不欢迎你三年 没想到没有 这会有一天啊 那两个礼拜 一进去以后 就开始 细节我不讲 反正就非常不顺 但是在不顺当中 那个印度人 就非常记住 那印度人就非常记住 那印度人就非常记住 你知道吗 他是姓印度讲的 然后呢 他做那个题目 我去做的东西就是跟他那个题目 他在那个老板手下 那个大老板 差点拿诺不了解 那一个题目他做了十年 结果还都没有解决 找我去就是要去 协助他们解决 因为他们看我在台湾发表 论文 觉得用我的技术可以解决 怪不得你们要我 怪不得你们要我 可是真的你不是这个 是那个印度人他 他说他每天都拜他们的事 印度教的事 我做了十年 还不能够突破 我没办法升等 他从印度到美国去 搞了十年孩子 老板很欣赏他 但是他没有成功不能说 然后他就去问了一个 他们在旧天山里 在印度教的法师 够够够够够 那法师就跟他说 唉帮你看 哦 你们实验室会来一个 那个人来了以后 一切都不一样 你的命运都走 那个人是 那个人是 从哪里来的 从遥远遥远海的那里 对不起 台湾没有 够有 第二 那个人做 眼睛的眼圈 我在台湾 去美国之前 已经画表了 全部都跟鱼的眼睛 我研究的是一个领域 里面的大盆子 我研究的是一个领域 里面的大盆子 结果那个 那一个法师说 那一个人是你的 他会给你带来 新的技术 所以他的老板 有一天就说 我们需要一个 应征那个位置的人 一跌 那个印度 那个印度人就把一跌 哦!这个 这个 这个我要去这个 可是子民不要我 因为只有我 那个印度教 法师说的 庙是庙什么 庙在 聘我去的 那个老板 那一跌当中 他说我也是欣赏这个 所以他们两个一拍几个 就要我去了 因此 我一去了以后 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就给他一个 当头棒的 我用我的技术实验做主 来告诉他说 你做十年的方向不是错 要改了 实验要转向 他一听 蛤? 怎么会这样 他过去十年都白做了 对 你要改了方向 因为我提出来的实验数据 不容较别 就是这样 然后他就说 你下个礼拜 跟我去看我的印度神奇 问他看 再下去的问题 我一听 我一听 为什么 他充满了希望 各位还记得我刚刚讲的 那最后一句吗 入目转生仇啊 半途不了是 入目转生仇 我心里在想说 我比较不得了这个结果 可是不拼不行啊 不拼不行啊 不拼不行啊 一定得做啊 我就跟他讲 我就跟他脱步跟他说 我现在实验很难 我能在做 别人在竞争 我能跟别的一个实验室 闹班啊 人家也在抢这个题目 所以你每一天每一秒都不能够停啊 你要不要做 我就等到我们都做出来 要去看看 其实我心里在想 你不知道在痛手 我是感觉很痛啊 我的艺人比你的艺人可怕 对不对 所以我就拒绝他 然后就做事 我的那个大老板 后来就发现 他为什么一直没出现 那鼻炎按住医院 可是在当时 每个人都乐团 因为他的组织医师说 根治好了 再一个月你就给你的实验室 每个人都觉得他的BMI 那时候BMI已经滞了 每个人都觉得他会来 那个老板呢 就在他的病床上 看了我随着的报告影片 消一个停滞 给他的大秘书导 他说 他说这个大根杖 带来了我们无强的希望 你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他 在我们十一个神里 吸的一个 由他而言 可以听到大家 可以听到大家 我不知道 后来会走成什么样 但是我那时候 从我不信那一首诗 到我相信那一首诗 我知道结局一定有 但是我不知道 所以我们人能做的事 就在这个路上 努力往他们走 给揭楼 三天就把他剩下的结局 所以我也是我的朋友跟我讲 我们去哪个人 我们去哪个区 让你去把他要见识的事情 我总在让毕业小伙子 说我一去就是教育 一带去的事情 结果呢 每个人都很开心 大家都觉得说 你实验室带来星期六 也是 到了冬天 日暮 我们讲年末日暮 一天在一天 你实验室 用火星 老板请一天放上去 为什么 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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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夜在冬国的医疗器 他们是为了病 就被感情似的 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 就看到他的冬被 全部都自取 医生会来看到 半夜大咳嗽 然后他的手术的伤口破裂 然后他的手术的伤口破裂 但是他的印度法制作 那个人来了以后 一切都会改变 果然一切都会改变 那个实验是果然的 他从那个以后 就是半夜不知道 不在做研究 做什么 想这样 各位 时间到了 很相信你 下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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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